那个爱护地球 我们人人有责 我觉得我在早在2008年吧 大约杆科技刚刚创立的时候 我在大陆的中央新闻里头 就听过这段新闻 我就挺感动的 所以这次来台湾培训呢 也愿意多买一些大约杆科技的产品 平时也会去做一些访试 到一些农村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么有很多位置的地区位置不是太好 那么这个鞋可以防止 另外呢有比较环保 因为选这个包包 它是我们环保菩萨 营收了很多的废旧的宝特皮 以及各种的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 上人说这世界上是没有垃圾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我们要自己自己做环保 然后也要把这么好的产品 推向给我们身边的所有需要的人 因为孩子从小就树立 环保救地球的这样一个信念 我们下期再见